所以也就是說消費性墊子這一塊 聯發科算是一個指標咯 領頭羊咯 對 沒錯 那外資還要1200甚至1200以上 針對未來的這個展望 其實是有可以期待的 我跟他做一個結論 剛才我們講到就是說 基本面當然是沒有問題的 假如你是現在要追價的 我倒建議你可以先稍微聽看聽 因為其實我們在股市短線上超過的話 有時候我們不是這麼的在乎 就是說到底基本面的情況 因為基本面這個東西 你要知道就是它不是一朝一夕的 那我們關心短線的話 其實我們會關心是 有時候短線它到底是利多反應 還是利空反應 因為你要相信市場上 就永遠有人比你先知道嗎 沒錯 所以我要跟大家講就是說 有時候利多不漲的時候 代表說可能就是有些人 已經提前反應了這些利多 那它要逢高做一個檢碼 所以基本上呢 以聯發科的一個操作情況的話 聯發科每年的這個漲勢 大致上都是從第四季到第一季左右 現在是聯發科的旺季 觀眾朋友可能會提到就是說 那120 130我說有機會大 可是會不會到 我覺得這個可能要去觀察的是 就是行情 有時候你價格漲跌漲的多跟漲的少 它是跟市場企業有關的 但至少如果你要操作的話 我會建議你可以在今年的第四季 到明年第一季 你把它當成是一個多頭的區段 來做一個短線上面的一個價差操作 你要去看的就是 那到底明年全球的消費性均值的部分 它的復甦的情況到底好不好 那甚至呢 對於AI的智慧型手機 它未來的價格一定不會便宜了 你會不會買單 當然就看消費者 這種性價比有沒有需要嗎 別的不說就像武傑 很多說 武傑家你到底換了5G手機了沒 說真的 我對於網路的需求沒有那麼龐大 我根本也沒有換著慾望 上次跟老師聊到 真的說你換車了沒 還沒有